底下一句话 一节一切有益于佛道之四 佛道是什么 成佛之道 一切帮助我们 成就我们 向佛道 成佛道的事就叫做佛事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帮助我们成佛的 帮助我们断烦恼 帮助我们明心见心 尽心臣佛 我们本来是佛 佛在大神经上讲得非常清楚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一点都不假 本来是佛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佛一句话 倒破了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我们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什么原因 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 一般大神经上讲 无名烦恼 分别执杀烦恼 执着叫见思烦恼 这都是佛教的佛学名词 因为你有这三种烦恼 你见不到心了 现在不在 在 虽然在 你不认识他 你见不到他 因为你迷了 你不知道心在哪里 你也不晓得心里可贵 自信里面 有圆满的智慧 迷了之后 实际上还是起作用 作用扭曲了 作用产生变化了 变成什么 变成烦恼 无量无边的智慧 变成无量无边的烦恼 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 你的德能 也变了 变成早夜 你的古报 是十报状元图 现在变成六道轮回 变成三图苦报 怎么变的 十变的 什么叫十 十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你有这个东西 那他就变之了 变成六道轮回 变成三图 变成地狱 什么时候 你觉悟 觉悟之后 地狱没有了 六道没有了 再向上 十八界没有了 那恭喜你 你回归自信了 你在十报转远图 虽然回归自信了 你的无名习气没断 习气要是断了了 是暴徒也是假的 也没有 只有一个真的 长级光图是真的 长级光图 就是自信 就是本信 就是真如 就是如如 射报图里面 有四十一个位置 射注射行 射回向身体等觉 独在十八度 妙觉呢 长级光图 只有一位置 花言经上的 妙觉如来 真正平等 孙子